爸爸 又把手机给摔破了 你过来看一下 你看 都成这样了 都成这样了 又是你摔的啊 干嘛 手机又摔破了 他成了这个样子去了 怎么摔的他 我不知道啊 那是摔了二次的 你什么时候摔成这样啊 你说这个手机 修了多少次啊 有五六次的啊 不知道 不知道啊 买一个手机 修的钱都找不到 都赢了 爸爸 奶奶还要去给他修吗 不给他修他看什么啊 他这个人会看电视啊 他喜欢看那种就是人的 人版的 那你也不说给他看啊 那我说我可以说 我帮你看我看哪一种呢 我看了一下 我知道吗 看哪一种 在这里 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喜欢看什么的 你知道吧 对啊 谢谢 还有必要给你去修啊 不要了 爸爸姐姐都弄了那么多的手机了 我都没有 你不能要手机 那你怎么一直给他看 一直给他修 那姐姐他没有别的玩具啊 那我有什么 你有那么多玩具啊 还有那么多娃娃 姐姐从来没有要求过买个娃娃 他就学买七个呀 吃的东西你不是也一样在吃吗 陈雅 你想一下好了 给你买了那么多玩具 给你买了那么多娃娃 有给你买的这些娃娃的钱 给他们去玩具的钱 也相当于是给姐姐修手机的钱了 那就有些坏的程度呀 你修一次的话也就两百块钱左右 距离上次修的话也快有半年了吧 所以说也差不多就当他的玩具了 是不是 那好吧 那就给他修了 手机坏了就老实了是不是 要不试一下以后就给他看电视 不给他看手机了 好呀 跟你一样啊 要不然你老觉得不公平什么的 对 因为他能玩手机我就很好了 哎 我刚刚不是跟你说了 你有那么多玩具呀 他从来不过去玩你的玩具 你老是会去玩他的手机 谁叫他说你们不给我看 我只能看哪个 谢谢 手机还要不要 给你啊 给你快 手机坏了也就不要了啊 谢谢的手机前面后 我玩坏了有个十来次的应该 也有多有的 以前小的时候摔的次是更多 其实到现在的话摔的次是算少的了 今年的话好像到现在也就这是第一次吧 这种东西由他自己也是控制不了的 所以也是没有办法 每次修手机的钱也就当是给他买玩具吧 嗯确确实实的 做此日中他好像从来没有播什么玩具 就是妹妹玩剩下的东西给他玩 是不是啊 嗯 爸爸他现在只看电视不看别的了 他这是今天是没有手机玩的在看电视 你要是真的只看电视不玩手机的话 我就不先不给你修 好的是吧 啊 那你明天不要缠着我拿手机啊 那还有一个问题 他上厕所要玩手机怎么问 他要上厕所的话不给他手机是真的不行 他真的做不了两分钟他就自己就爬起来 这样试一下不给你修手机 这样试一下不给你修手机